字幕提供 我剛已經錄過一次的開頭了 可是就是沒有錄到 還要再重錄一遍 好反正就是 今天OK蠟燭冷靜蠟燭冷靜 OK calm down不要熄滅 我們今天是農曆七月鬼月 鬼門開的前兩天 那現在時間是 是 凌晨 十二點十六分 那我們今天就是配合 鬼月的主題要來映個景 我們要來玩的是 一個非常恐怖的 競技遊戲 蝶仙 我們今天要來召喚蝶仙出來 好的那首先我們召喚蝶仙我們就是需要這個蠟燭 因為就是我們攝影需要燈光 就不用多講喔 好的我今天本來是想買 真正的蝶仙盤 就是你知道 木製的然後上面有寫很多黑色的字 然後一個賣你九百塊坑到你的錢的那個蝶仙盤 我今天本來想買真的蝶仙盤 玩給你們看 但是在我上網搜尋了之後 我才發現 沒有任何一個網路商店有賣蝶仙盤 我用了各種關鍵字 搜尋到的結果 要不就是賣完了 要不就是已經被下架了 就好像是政府好像有 一定要滅絕這個遊戲一樣 讓這個遊戲 就是整個被靜止掉 不要再讓人們玩到它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 我只好自己 DIY OK 自己靠自己 我們首先玩蝶仙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 蝶仙盤 上面就是寫了 我非常用心的 我會用墨水寫好不好 用墨水就是非常古代的那個 靈氣的氛圍 那我們就寫 YES跟NO 還有所有的英文字母 讓蝶仙可以 回到我們任何答案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的蝶仙盤 那除了蝶仙盤之外呢 我們還需要一個非常 重要的指針 那指針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這個磁鐵來代替 那為什麼要用磁鐵呢 因為就是 我們靈界跟 人界之間 就是有一個 磁場 那 靈界的磁鐵的磁場可以 改變 就是這個磁場可以 打開靈界通往人界的通道 讓靈界的好朋友可以過來 我們人間跟我們一起玩這個遊戲 跟我們一起參與 那除了這兩個東西之外呢 我們還需要一個就是 蝶仙會需要一個 可以附身的對象 所以我是特地替大家準備了我們的 紙娃娃 一個是清純女高中生 一個是粉紅歌姬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 一個兩個才50塊而已 但是我們今天只需要一個 所以我之前就是選擇這個 一個黑色的 黑色頭髮的女高中生 因為這粉紅色有點太騷了 我沒有辦法 那我們蝶仙就可以附身 在這個 他的身上 就是他以前可能 他上輩子可能想當一個 女高中生 可是他這輩子我們就是 今天就來完成他的願望 大家可以附身在這裡 那除了以上的東西之外呢 很多人玩蝶仙沒有辦法成功 是因為 蝶仙的靈氣太弱了 沒有辦法啟動我們的指針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 需要準備一個 巧克力棒 因為他從零界過來人界 這邊是需要一點能量的 那我們就是準備一個 巧克力棒給他 那吃完巧克力棒之後 就可以有能量 來推動這個磁石 讓他可以購買一起遊戲 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很多人召喚蝶仙沒有成功 他們就是因為沒有準備這個 紙錢 那紙錢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就是現在可能 同時有很多人在玩 在召喚蝶仙 那他很忙 他要去很多 他要跑很多通告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可以補貼他一點車馬費的話 他就會比較願意來你這裡 因為就是 人都做鬼了 還是需要一點東西嘛 不然他怎麼願意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就準備了車馬費 好 我們今天準備的東西非常豐盛 我相信他會來的 OK 那我們就把鏡頭轉到我們的 蝶仙盤上面 你看到有沒有 娜娜子現在在看著你 娜娜子在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因為現在已經凌晨了 所以我有點想睡覺 所以我們就是素贊處理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在 召喚蝶仙 蝶仙啊蝶仙 我和我的觀眾想要召喚你 對我就是要拖你們下水 我和我的觀眾想要召喚你 如果你在這裡的話 請給我們一點暗示 蛤 OK沒有任何反應 OK我保證不會再嚇你們了 OK不要生氣 不要按迪斯拉 開不要按迪斯拉 OKOK再一次 蝶仙啊蝶仙 蝶仙啊蝶仙 我和我的觀眾想要召喚你 如果你在這裡的話 請給我們一點暗示 OK 剛剛燭火稍微奔放狂歡一點 就是突然開始自己跟Party 那通常這個就是 蝶仙的靈氣已經開始動到我們的蠟燭了 所以開始造成一些 竹火的飄動 好OK 那我們就先 蝶仙子這樣好不好 蝶仙子 我今天晚上做夢 可能會夢到他 哎呦我家裡的蝶仙 OK OK那他只不想玩 OK 不要理他 好的我們先來問蝶仙一個 我們先問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蝶仙啊蝶仙 我跟美食水水千千 誰比較漂亮 對這個問題有點難 對有點不分宣治 OK但是我覺得 應該還是稍微我贏一點吧 蝶仙你有仔細想清楚嗎 OKOK蝶仙沒有回應 好可能性別不同他不想比較 他比較傳統觀念的人 OK那蝶仙啊蝶仙 我跟阿滴 誰比較帥 OK也是沒有回應 那可能就是蝶仙可能 就是覺得說就是 We are all born beautiful 就是我們生而美麗 就是他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很漂亮的 他覺得 他不拘泥於那些膚淺的外表 就是他覺得每一個人都是美麗的 他不想要回答這種膚淺的問題 好好 那我再問一個更簡單一點的好了 就是蝶仙啊蝶仙 請問阿滴是不是有一點喜歡我 我的天阿滴這個 這個連疊線都看得出來 阿滴你真的是有點太明顯了 阿滴 我覺得就是 愛就要說出來好不好 愛就要說出來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的 OK阿滴你的 我覺得你有什麼感覺就要講出來 OK阿滴 連蝶仙都知道你的心意了 我覺得就是 喔他回來了他回來了 喔他歸位的很快 可能就是因為我給巧克力棒的原因 就是他就是咻一下就會讓你回來了 OK所以阿滴是有的暗戀我的 阿滴是有的暗戀我的 蝶仙啊蝶仙 One OK這個部分就是 我個人覺得 我是很差 我覺得我很差勁 我覺得我比不上其他youtuber 可是 optimum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全倒YES了 就是他可能宣錯了 對我個人是很謙虛的 我覺得大家都很棒好不好 沒有什麼最棒的Youtuber 我覺得大家都很棒 OK 蝶線就是比較OK 比較有人在逃 OK他回來了他回來了 蝶線啊蝶線 請用一個字來形容我的雙鳴 啊 啊 啊 B 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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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H H B I R C H BURCH 天啊蝶線有在看我的影片 他覺得我的酸民就是一群BURCH 蝶線啊蝶線 請問我的酸民們會下地獄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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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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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 我個人是覺得我的酸民 我是抱著非常棒的心態 我覺得酸民們就是我 希望他們都可以就是 平安健康 永保安康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上天堂 轉世輪迴當人 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大家 酸民就是都很棒 但是就是蝶線 蝶線可能 蝶線可能 蝶線怎麼亂講話 這樣子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上天堂 我就是人美心也美 OK嗎 蝶線啊蝶線 請問 今年我可以交到新朋友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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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蝶線可能有點弄迷糊了 他可能 以為我在問其他問 他說NO 蝶線可能也蠻了解我的狀況的 有點想哭 蝶線你好惡毒喔 OK 最後一個問題 蝶線啊蝶線 蝶線 玩這個遊戲的人 是不是都蠻蠢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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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K OK 蝶線拜拜 OK 卻不起的蠟燭 我嚇到了 OK 以上就是我們的 試玩蝶線的挑戰 我本來期待蝶線可以給我一點更激烈的反應 就是 翻桌啊 整個翻掉 然後巧克力幫塞我嘴巴 然後蠟燭這樣燙我 SM我這樣子 可是就是 今天就是蠻平靜的在移動這個磁 磁塊而已 我就是有點失望 你看我上不了發燒排行榜啦 大家如果想看到我在鬼月拍其他靈異恐怖遊戲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建議給我可以拍什麼樣的影片 那 最後就是大家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不要去幫我點個喜歡加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沒有點喜歡的話 蝶線去找你 開玩笑的啦 哈哈 小朋友已經嚇哭了 不然我用蝶線好了 蝶線啊蝶線 如果這部影片按 Dislike的人 你會不會去他家裡找他 Yes OK 大家還是按一下喜歡好了 我怕蝶線去找你們 OK 最後就是喜歡這部影片 別忘記要不要點個喜歡加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OK 大家鬼月就是自己小心安全好不好 我不想看到一堆什麼溺水就是說被水鬼抓走 然後什麼爬山迷路就是說 什麼被猛心要帶走的白癡新聞 OK 大家就是自己注意安全好嗎 祝你跟你旁邊那一位就是鬼月玩的開心 OK 掰掰 掰掰 蝶線你想當我的朋友嗎 OK OK No